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就想拍個Vlog 因為現在出去吃午餐的地方 上次我發了在IG Story 非常非常多人問 不如直接拍出來 因為今天再去看什麼 一會大家就會知道 今天的午餐就是這裡 明都酒樓 是在金鐘 地理位置很近 這裡是地鐵站 什麼出口呢? 看看 B出口 一出去就是 這邊 旁邊是巴士重站 應該大家都方便 我先去找位置 我們現在在等升降機 酒樓在4樓 升降機上來 我們先去找位置 兩位 這裡是要自己找位置 沒有人帶位置 我們是405 大家看到嗎? 這裡是中間有個很大的地方 是做店心的 然後我朋友在拿位置 我想拍一個重點給大家看 點心車仔 今天就是想拍這個給大家看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見過這些推車的點心呢? 有腸粉車 這裡是吸引仔的 大家還會不會看到這些大中小點 特點 廚點 腸粉 這些卡仔都是超懷疚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帶咪 所以今天收音很吵 帶大家走個圈 剛剛有薑醋 然後有個芝士焗大啡菇 再旁邊有些中式的糖水 有豆腐花 然後轉個彎就會有一個懷舊的甜品區 會看到一些白糖糕 菲林卷 即是芝麻卷 下面會有些布甸 桂花糕 還有我最最最喜歡的 謝謝謝謝你 繼續圈走 就會有涼粉和西米布甸 然後前面會有人煎一些薄餐的東西 不過這個不是薄餐 而是蠔餅 對呀 這裡有蠔餅吃的 然後再走就會有些生滾粥 可以自己選擇不同的配料 然後就是大家 很多人都會問的 有沒有一個煎蘿蔔糕 煎腸粉的地方 是有的 然後我們再轉個彎 這裡有些雜菜 還有就是點心區 剛剛新鮮出爐的點心 真的很吸引 這裡超受歡迎 很多人在排隊 我又看到有點心車 有沙翁 很喜歡吃沙翁 然後這一輛 有這些春卷 餐包 都是很懷舊的點心 是不是很久沒見過這些點心車呢 我沒有試過 你試一下 我沒有試過 你試一下 哇 好無聊 不是的 小時候會這樣摺摺摺摺摺 然後摺一個快一點 小時候沒有筷子 小時候沒有筷子 然後就會做這個 然後就會拿著筷子 耶 開始吃了 你過來看 你過來看 我來姐 有韓國小狗 韓國小狗 韓國小狗 有韓國小狗 有韓國小狗 好啊 有韓國小狗 謝謝 謝謝 這裡 謝謝 阿靚仔我想要多壺菊花茶 謝謝 這個是自汁蒸魚餅 還有雞包仔 這裡除了有常見的鐵觀音 普利茶之外 還可以叫菊花茶 我朋友說用普利茶加菊花茶 就可以做一種叫菊普茶 剛剛出爐的菠蘿包 又吃包 真的會肥 美女我想要個春捲 是我最喜歡吃的韓春蛋燒賣 還有為什麼你叫兩個灌湯餃那麼多 我吃得完嗎 我問她這個灌湯餃有多少 你沒有吃過灌湯餃的嗎 現在有一個 然後下面 還有另一個 超多 她是很大 她是很大 對呀 她是大過只有拳頭那麼大 真的差不多大 很誇張 我對面那傢伙 真的是眼闊肚窄的代表 不斷喊不斷喊 還要很多都是澱粉質 怎樣吃得完 我們兩個人 很不斷喊 現在這裡有一個Food Baby 你看 全部的 這裡有幾個月 這裡 這裡還有啫喱 啫喱 我看過 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吃 但是為了一個情懷 很想拿給大家看 我就點了 看看這裡的大宗小店多少錢 我找到一個價錢給大家看 小點是33 中點是39 大點是43 其他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出盡奶力 兩個人吃了七個點心 真的很飽 不知道多少錢 一會兒買蛋的時候還會告訴大家 兩個灌湯餃 兩個茶餐 兩個小點四個中點 一個大點 還有一個腸粉 我們兩個人吃了489 問心 它的價錢怎樣都不是便宜的 不過地理位置 它是金鐘 可以說是金鐘價 但是它也給了我一個金鐘的質素 不難吃的 這裡的食物是蠻好吃的 不是只賣一個情懷 隨便給你一些麻煩的食物 不是的 我覺得它也不錯的 所以我會喜歡和媽媽 和阿姨或自己的朋友 狗不狗都會過來吃去看看推車仔 都蠻開心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這種酒樓真的買少見少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星期到我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分 逢星期日更早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這肚子那麼大 對啊 對啊 不關我事 會不會是你點很多東西 我現在很飽 其實你未吃之前不是這樣的 我未吃之前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 我未吃之前 你看現在旁邊 都不是啊 還是直的 直的 好 半年賣人 你吃屎吧 好 你吃屎 就好 我們去吃屎 有了 甜蜜 所以 吃屎 我吃屎 可以吃屎 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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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屎